今天呢,跟大家谈修金刚圣的四个重点 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 这个金刚圣是很殊胜的 这个修法是有实际上的 有实际上的这个修行的方法 整个金刚圣来讲起来啊 它的这个源流啊,是非常优远的 那么金刚圣的祖师啊 他们成就也都是很伟大的 以真佛中来讲起来啊 真佛中本身呢 这个虽然是由我本人创立 那么我自己本人呢 是实修秘法 真正的这个进入这个整个三昧里面 金刚圣的三昧里面 也融入这个彼如圣海 这个华颜啊 这个华颜大光明长海里面 可以讲起来也就是一个寄生成就 你这个时候啊 你已经得到寄生的成就了 那么我们生活中啊 这个所有的历代的祖师 像这个白教的祖师啊 十六师大宝法王喀玛巴 黄教的祖师啊 图登达尔吉上师 红教的祖师啊 了名和尚 花教的祖师啊 撒迦真空上师 他们也都是大成就者 那么我本人呢 也曾经啊 跟这个联华生大士啊 直接在定中啊 去学法 那么也 我讲过了 被金刚萨斗啊 提到悉空之中 教授这个灵触法 在我最早的时候啊 我刚刚啊 得到天眼的时候啊 也有这个三三九五先生 直接来传授我所应的 那么这个传承啊 可以讲起来是一个很大圆满的传承 有悉空界的传承 也有人间的传承 所以在密教啊 金刚圣里面啊 他讲到 第一个要点呢 就是不动 那这个不动啊 不是不动明王 不是讲不动明王 而是教你有不动的信心 根本上讲起来 你进入金刚圣 进入真活中 你自己本身就要信心非常的坚固 就是要不动的 为什么呢 因为切实有实修的材料啊 切实有这么多的成就者啊 以白教来讲起来啊 从金刚词啊 传给这个蒂洛巴 蒂洛巴传给纳洛巴 纳洛巴本身啊 这个传给马尔巴 那马尔巴传密勒日巴 密勒日巴传甘波巴 大家看过这个密勒日巴传 密勒日巴的成就很伟大的 真的是大成就者 我们本身啊 在真活中的真活密法里面啊 其实讲起来就是 所有密教的金法 你将来你也可以修成 密勒日巴的 一样可以修成大成就的 所有的这个神通任印啊 所有的金刚三昧啊 所有的这个红光啊 你都可以修成 一样可以成为菩萨 成为佛 成为金刚复法的 这个都是一种很大的 实际上的成就 那么修行的这个 一个重要的要求 就是要定心 不动 就是定下心来 你好好的走这一条路 这是一条光明的 大索印的这个大道 光明实柱 大索印的一种大道 往前走就没有错的 必须要有信心 那么多的祖师给你证明 佛菩萨给你证明 大日如来给你证明 像以卢师尊来讲起来 师尊真正虚空中的传承 是大日如来 火眼火母 这个莲花童子 一直传承到我 那这个西空的传承 非常的这个珍贵 也有人间传承 也有西空的传承 这个是大圆满的传承 我们生活中是大有传承 大圆满的传承 那大家必须要有这个信心 你有这个信念 有这种信念 你得到这些法以后 你精进的往前走 就一定会成就 那你修行一定会严满 你将来啊 你可以得到很多的这个证明 很好很好的这个接受 由于啊 这个密法是非常珍贵的 那么更由于主师的成就 给我们证明 所以大家必须要有 不动的这个信心 不动的信念 接着呢 我们谈第二个这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呢 是经验 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 你会产生一种经验 因为密教啊 是实验室 是实验室 密教讲的是实验室 不是在上课 上课一般来讲是险教啊 在教室里面上课 这个老师讲你听 但是你真正去做的时候 必须要产生一种经验 因为你修行啊 产生一种经验很重要 主师的很多新药 新药口节啊 传给大家 你拿到这个新药口节啊 你去修行的话 你去修法的话 会产生你自己的经验 这一点很重要啊 这一点是很重要 你会产生你自己的新药口节 你自己适合怎样子才能够入定 你自己经过磨练以后啊 经过实际上的实修以后啊 你会产生你自己本身的经验 这就是你自己的新药口节 我们会得到这个卢斯珍的口节 卢斯珍是怎么样子入山摩地的 他有他的一个经验 讲给你听 你去做了以后呢 那么你也可以从当中吸收 所有历代主师的经验 然后呢产生自己的经验 消化以后变成自己的经验 就是你自己的新药口节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就是第二点 就是经验 有些人的经验啊 新药口节 不一定适合在你的身上 所以以前那个老师讲的这些东西啊 你把它记下来背下来 但是你回来自己做的话 发觉你的方法更好 这就变成你自己的新药口节 就是你自己的经验 这个就是第二点 这是很重要的 第一点呢 就是不动的信心 第二点呢 你要有产生你自己的新药口节 有历代主师啊 交给你新药口节 那么你自己认为哪一套最适合你 这就是变成你自己的新药口节 这是第二点 今天谈到这里 哦妈的便利贝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